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楚宣王的这段对话出自战国策 司马光照单全首 但问题是战国策的流传过程相当曲折 存在不同的版本 在另一个版本的战国策里 故事果然还有下文 嘉义说道 魏国围攻邯郸的时候 楚国如果进兵大梁 肯定能够把大梁占领 但楚国之所以放弃了这块送到嘴边的肥肉 就是因为昭西旭受了魏国的贿赂 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别忘了 我原本就是魏国人 当时就在魏国呢 正因为我对这些事情之根之底 所以昭西旭才不愿意让我见到大王宁啊 在这个版本里 江义讲完了狗尿井的故事之后 直接就把话题引到昭西旭受贿的事情上了 而关于好话和坏话都应该听的那段内容 出自江义的另外一段议论 这段内容尤其建出江义的段位之高 展国策这样记载 江义想要重伤昭西旭就对楚宣王说 臣子越团结 君主就越危险 臣子越不和 君主就越安全 大王 您知道这个道理是吧 希望您不要忘记啊 对了 如果有人喜欢夸赞别人的优点 您认为他怎么样呢 楚宣王说 这是一位君子 我应该多亲近他 江义又问 如果有人喜欢揭露别人的缺点 您认为他怎么样呢 楚宣王说 这是一个小人 我应该赶紧疏远他 江义说道 话虽如此 但是一旦发生儿子杀害父亲 臣子杀害君主的事情 您就永远都不会知道了吧 楚宣王恍然大悟 你说得很好 以后两方面的情况 我都要听 故事呢 到此结束 最高明的地方就在于 开头明明说了江义 想要重伤昭西旭 但江义的话 从头到尾 都没和昭西旭存在半点的关系 江义要害人 绝不会意气用事 而是像第一流的骑手一样 貌似在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 落下一子掀起 其实呢 是在为几步之后的谋划 做足了破点 楚宣王 现在已经明白 大臣们啊 越是不和 对自己呢 反而越好 等将来江义 对昭西旭开火 楚宣王呢 就不会拿出 稀释宁人的态度了 楚宣王 认同了第二个道理是 有人来说别人的是非 自己不该摆出圣母姿态 而要好好听听来人说的这些是非 到底成不成立 江义就这样 不着痕迹地扭转了楚宣王的固有价值观 只有做好了这些安排 才能开始对昭西旭下手 否则 就很容易自讨没趣 江义到底和昭西旭结了什么仇呢 翻遍赵国策 也找不到答案 刘相的《猎女传》 倒是给出了线索 只是难辨真假 《猎女传》给历史上的模范女性 树碑栗传 其中就有江义的母亲 那是在两百多年前的 楚宫王的时代 时间显然对不上 但《猎女传》就是这么写的 江义担任尹大夫 大于相当于楚国的首都市长 当时有人呢 溜进了王公行窃 总理大人向江义问责 罢免了他 不久之后 江义的母亲 因为丢了一块布料 就找楚宫王申诉 说是总理偷的 总理大人当时就在楚宫王的身边 但江妈妈一点都没尴尬 堂堂楚国总理 怎么可能去偷女人的一块布料呢 楚宫王显然不信 但既然苦主指认了 自己总该表个态才好 楚宫王说 如果查明 真是咱们总理偷的 我不会偏袒他 但如果是你污蔑 咱们楚国可是有法律的 江妈妈说 总理大人当然不会亲自动手 他是指使别人来偷布的 这话听上去好像也不太讲理 但江妈妈自有一番解释 当初孙叔敖当总理的时候 咱们楚国路不时宜 也不庇护 盗贼都绝技了 可是看看今天 在这位总理的治理之下 社会不安定 盗贼横行 这和总理大人派人偷东西 有什么不同呢 楚宫王说 总理身份尊贵 盗贼身份卑贱 他们没有共同的朋友圈 盗贼做的事情 总理不知道 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为什么要说总理有罪呢 江妈妈等的呢 就是这句话 马上就把儿子的遭遇 架了出来 还援引了周五王的名言 百姓有错的话 不怪他们 都是我一个人的错 江妈妈 接着又砸出了两句 置地有声的对偶句 原文是 上不明 则下不至 相不贤 则锅不宁 这是在说 社会之所以动荡 都是统治者的错 总理如果不鲜明 这个国家呢 就不会安宁 你看这番话 说的楚宫王啊 无言以对 觉得不止总理 就连自己 也该对江妈妈的财产损失负责 楚宫王于是派人拿出等值的布料给江妈妈 还拿出来十亿黄金 亿呢是金字旁右边权亿的亿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长沙竞交出土过战国晚期 楚国的一整套砝码 叫做军亿 一共十枚 第一号砝码就是黄金一亿的标准重量 经过复原和校正 亿相当于257.28克 如果按照今天大约每克400元的金价换算 楚宫王赏给江妈妈的十亿黄金 可以折合成人民币一百万出头 楚宫王这能这样出手豪挫吗 其实赏赐十亿黄金在当时很合理 因为楚国是黄金出产大国 动不动就用黄金 以至于黄金在当时虽然也很值钱 但远不如今天这样值钱 无论如何 楚宫王的这个态度已经足够恳切了 但江妈妈竟然分文不取 只是说道 难道我是因为贪恋财货 才来找大王您的吗 我是要向您控诉总理大人的失职 江妈妈就这样空着手回去了 楚宫王一想 哎呀 有这样的母亲 儿子肯定错不了 于是召回江乙 官府原职 很难确定 《猎女传》的这段记载 可靠性到底有多高 又是不是把楚宣王 错写成了楚宫王 那位被指控偷布的总理大人 会不会就是昭西旭 如果这个故事成立 江乙倒是真有怨恨昭西旭的理由 鱼之谷的主公就是 也讲过这件事 指名道姓 说那位总理大人就是昭西旭 那么以江乙的小人星星 要想扳倒昭西旭的话 还欠缺什么呢 毕竟昭西旭 位高权重 血管里流着蓝血 而江乙只是一个外来的干部 在楚国毫无根基 所以江乙必然要找盟友 如果没有盟友 那就制造盟友 江乙看中了 同样来自魏国的山羊军 就在楚宣王面前 说山羊军的好话 建议楚宣王赐给山羊军封地 事情被昭西旭制止了 理由非常正大光明 山羊军对楚国没有功劳 没有受封的资格 难道江乙不知道山羊军 不可能受封吗 正因为知道 所以才要布这个局 自己卖了人情 坏人呢 让昭西旭去做 这样一来 山羊军不但感激江乙 还会和江乙一起仇恨昭西旭 江乙并没有付出什么实际的成本 就轻松赚到了一个有利的盟友 对比一下那些灰金如土 或者不断为对方付出 希望感动对方 最后结成同盟的例子 越发看得出江乙的高明 通过示好的手段来拉拢盟友 效果远不如设置一个共同的敌人 恨是比爱强大得多的力量 人类历史上各种各样的牢固同盟 都是被恨而不是爱凝聚起来的 历史上的很多高明领袖 都很懂得制造并且操纵恨意 那么在江乙这种教科书式的小人重伤之下 朝夕旭能有什么自保之道吗 一团正气能对抗明枪案件吗 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 我们下一讲再见